家人们她拿了病差不多好了 然后她现在家里面有一个阿姨在照顾她 我就放心了 我现在公司有一些问题 我得先去处理 我觉得以我现在的能力和情况 我给不了堂堂幸福和快乐 她跟我在一起会受委屈 我觉得堂堂 她可能以前没有遇到我这样子男孩 可能只是她一时的新鲜感和好奇 我怕她以后受到一些压力和流言非议 她会受到伤害 我怕我给不了她很好的生活和快乐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分开一段时间 让彼此有一个宽溢的时间去思考 好好的去想一想 家人们你们觉得呢 今天是我二宁带大家来我的徽畅 给大家发点语 我都不好意思了 欢迎欢迎唐总 欢迎唐总 对我跟我爱你 太有心了 唐总你好像我没回家了 这样吧 唐总我带你去看一下五二宁的礼物 我带你过去看一下 辛苦了 家人们今天是五二宁 这里所有的礼物都是给我 最爱的老爸老妈们准备的 今天晚上八点钟 我们直播间不见不散 摸不到两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一直够一杯酒 一夜一下子变老 爱怎么能消失掉